中国与法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交往密切 历史渊源悠长 1698年,法国商船安非特里特号抵达广州 开启了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广州这座千年商都在中法两国交往的历史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月6号至4月8号,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每天晚上9点35分 新闻频道每天晚上9点整播出4K超高清大型纪录片《海上来客》 讲述安非特里特号商船的故事 反映中西文明碰撞、互建、交融的关键细节和长城趋势 1698年,法国商船安非特里特号抵达澳门、广州 开启了法国执行中国的商贸之旅、科学文化之旅 4K超高清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海上来客》 由广州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历史三年大谋而成 讲述了这一段中法交往的历史 导演李林说,在拍摄过程中 随着对法国商船安非特里特号传奇故事的不断挖掘 能深刻感受到中法文化交流的深厚渊源 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多的对方的印记 比如说我们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找到有我们的清代呀 或者说甚至是以前的不同时代的我们的中文的古籍 而且有专门的法国的汉学家 他们的学者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一些材料 我们也找到跟广州的十三行贸易 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献资料吧 然后我们作为广东的设置团队 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喜 非常的珍贵 安非特里特号拉开了中法交流的序幕 在此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 象征着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文化印记 不断留在广州 位于越秀区的可疲美巴黎圣母院的圣心大教堂 在广州龙雪岛东侧的善板州白色灯塔 白云山下为酒运会设计的广州体育馆 这些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 都在讲述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一段又一段故事 教育方面 两国也有着悠长的交往历史 1921年 中国在海外设立了近代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 里昂中法大学 在2001年 中国广州大学与法国昂热大学 合办了国内首个旅游高等教育合作办学项目 旅游管理中法专业 又常驻外籍老师进行法语 法国文化方面的授课 该专业创办21年 已培养了超1700位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旅游国际高端行业人才 现在我们这些毕业生 已经广泛分布在中国 法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旅游行业中 同时也涉及其他的像对外贸易 文化交流这方面的行业中 在未来职业的话 文化两国友好交往 贡献力量